欧洲与中国在电动汽车产业的角逐中,似乎总有这样那样的波澜起伏。 就在前不久,欧洲刚对中国汽车实施了制裁,但没想到他们打造的锂电池王者却突然崩塌了。 如今,全球电池行业最厉害的三个国家,分别是我国、日本和韩国,尤其是咱们国家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刀片电池,是广大车企布局纯电动汽车时必须要考虑的合作伙伴。 欧洲这些国家以前在造车领域拥有绝对优势,他们接受不了中国不仅完成了反超,而且在电池领域碾压他们。 于是在2017年的时候,欧盟牵头组建了电池联盟,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欧洲电池自由,从而实现了对中国汽车的制裁。 对欧洲来说,可以实现吗? 事实上,欧洲还真有过成功的暗恋。 空客的起步,起因是源于欧洲对打破美国波音垄断全球市场的希望。 于是欧洲各国投入大量资金、人才、技术支持空客的发展,最终帮助空客成长为能与波音抗衡的巨头。 欧洲的制造业迎来了一波辉煌。 这一次,他们想复制空客的奇迹,目标人选是素有欧洲宁德时代之称的Northvolt公司,中文名字叫做瑞典斯德哥尔摩新能源公司。 欧洲希望通过扶持Northvolt公司,实现明年彻底摆脱对中日寒电池的高度依赖,并且在技术上碾压中国,重新拿回话语权。 可惜,欧盟本以为找到了救世主,嚣张地对中国进行制裁,结果没想到这位救世主的做法让他们梦想彻底破碎。 这家Northvolt公司简称NT公司,成立于2016年,是由欧盟全力捧出来的。 NT获得欧盟的支持力度有多离谱呢? 首先一家企业没有做到行业龙头,那么它很难获得资金支持,对吧? 但NT却完全没有这烦恼,相反是欧盟急着给它送钱。 从2018年到2023年,短短5年的时间里,NT就获得大众,宝马等汽车巨头,以及高盛,欧洲投资银行等等投资机构。 除此之外,还有瑞典国家养老基金,魁北克储蓄银行等国家队的支持,总计获得13轮投资,金额更是超过100亿美元。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? 这么说吧,宁德时代自2011年成立以来,在二级市场获得的融资总额差不多也就100亿美元左右。 也就是说NT在五年时间里获得的融资就超过宁德时代,而当时宁德时代已经是全球头部电池企业了。 更离谱的是在今年1月份,仅仅因为NT要扩充产能,欧洲23家商业银行组成的财团就为他们提供了50亿美元的融资。 这50亿美元的融资还是无追索权的,意思是,它只能靠NorthVolk公司未来的利润来偿还。 如果亏了的话,银行只能自认倒霉。 懂行的都知道,银行啥时候做过这种赔钱的买卖,如果没有欧盟在背后支持,说出来谁信呀? 总之,NT的融资之大,条件之优惠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。 但是这还没完呢,一家企业有了融资仅仅只是起步,你还得有工厂和订单吧。 结果这些对NT来也没有任何问题,甚至欧洲各国以及汽车巨头都赶着给它土地和订单。 就拿订单来说,在NT还没实现量产的时候,德国大众、斯堪尼亚、沃尔沃等欧洲汽车巨头就已经把订单送到NT的嘴里了。 你猜猜订单有多少?足足550亿美元。 说实话,这种支持的力度十分离谱。 还有工厂方面,欧洲各国都给出了很大的优惠,最终NT前两家电池工厂被瑞典抢走了。 它们的产能规划分别是60巨瓦时和50巨瓦时,按照一辆电动汽车50度电来算,足够为220万辆电动车提供电池。 NT的第三家工厂,位于德国海德市,产能规划也达到了60巨瓦时,最后一家则位于加拿大,规划产能30巨瓦时。 按照它们的规划,如果这些工厂能顺利投产,那么NT每年将可以提供400万辆电动汽车的产能需求, 出货量可以跻身世界前三。 为什么说欧盟敢说再造一个空客,原因就在这里,他们真的是不惜血本地在打造NT,完全把它当作汽车战略的救世主。 按道理来说,获得如此大的扶持,就算是小企业也该扶起来了。 然而NT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,它不但没能成长为欧洲汽车的救世主,反而拉胯的十分厉害。 首先拉胯的是工厂建设,在四家超级工厂中,能在2025年按时投产的只有瑞典谢莱夫特奥的第一工厂, 其他要么就还是个空厂房,要么连地基都还没建好。 要知道,这四工厂是分布在欧洲各大区域,只有全部建成才能覆盖欧洲主要的汽车工业基地, 如今有三座不能按时完全,意味着欧洲整体的汽车转型将会被延期非常多。 如果它一直无法投产,那么欧洲整个汽车转型将会受到重挫。 更让欧洲车企受不了的是第二点,NT除了工厂延期外,产能也极度拉胯。 从2017年以来,Northvolt只公开交付过一次汽车电池,就连这一次交付都是遮遮掩掩的,连规模和客户信息都未公布。 当时,大家还以为这家企业低调形式,但是到了2023年的前三季度中, 很多人才发现,瑞典第一NT工厂只生产了80毫瓦时的电池, 而原本规划是年产能达到60G瓦时,这意味着它的实际产能还不到规划的1%。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? 别说我们不理解了,就连车企们也不理解,于是就让NT给出解释。 NT支无了半天,才给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理由,说是因为生产线升级和维护工作影响了他们的产能。 这个理由惊呆了车企和供应商,要知道NT这个工厂才刚刚建成,怎么就开始升级和维护了呢? 这不是糊弄人吗? 后来,部分深入供应商就揭露了他们拉跨的第三点,技术不过关。 原来NT对很多设备和技术不了解,因此生产线无法全力运转,有人来参观就开起来动一动,没人来就关了省店,俗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 你说按照这种做法,产能能加快吗? 第四个拉跨电视管理问题 2023年1月,这家工厂在用起重机安装防雨装置时,就发生了一死一重伤的严重事故。 2023年11月,这家电池工厂又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,再次导致一名工人死亡。 因为种种原因,NT迟迟无法量产交付,因此他们逐渐开始亏损。 根据统计,2023年前三季度,NT公司的运营成本飙升172%,亏损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7亿元人民币,净债务已经达到近200亿元人民币,可以说一只脚踏在了悬崖边上。 因为NT产能实在太拉胯了,欧洲车企们都看不下去了。 瑞典卡车生产巨头斯堪尼亚集团更是直接点名Northvolt,指责其电池供货不足,导致斯堪尼亚的电动卡车难以在2023年实现量产。 大众原先还打算跟Northvolt共同在德国建立电池工厂,现在也已经放弃这个规划,改成了自己独立建造生产线。 宝马也是如此。 2023年初,他们给自家电动汽车招标了超过160级瓦时电池的超级大订单。 全给了风潮能源、明德时代和一位里能三家中国公司一点都没分给自家投资的NT。 就连欧洲著名媒体《金融时报》也在感叹,说,欧洲的电池战略很丰满,但是现实却很骨感。 明明是要资金有资金,要政策有政策,NT为啥还混得这么惨淡呢? 难道他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?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,NT并不是一家骗子公司, 他的两位创始人都来自特斯拉,曾经深度参与开发了特斯拉超级电池工厂。 因此在电池技术和生产方面,他们储备的并不少, 这也是NT受到欧洲财团们青睐的原因之一。 但问题是,NT团队的技术却并没有发挥的余地。 比如早期时,同样是节能减排,欧洲车企走的路线是改造柴油技术,减少尾气污染,而中国和美国走的是电动车战略。 两者的汽车战略不同,让欧洲对电池的重视程度比较低,NT创始团队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市场的支持。 一直到2015年,大众柴油门事件爆发,欧洲车企被发现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,他们才放弃柴油改造路线。 直到此时,欧盟这才达成共识,要发展电动车。 这个时候又出问题了,了解欧盟都知道,他们内部其实并不团结。 在电动车上也是如此,欧洲内部各国还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。 2019年5月,欧洲成立了第一个汽车电池产业联盟,由法国标志雪铁龙,欧宝汽车和法国电池制造商Suff领衔,投资额超过32亿欧元。 德国就看不下去了,我们的汽车产业这么发达,凭啥让你法国来领导? 于是,也在2019年推出了第二个欧洲电池产业联盟,这回是由德国宝马、巴斯夫、BMC等公司为主,投资额也高达29产元。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这两个国家在掐架呢?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,欧盟的电池能发展起来吗? 总之极限拉扯之下,NT依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支持。 最后,是这两个电池产业联盟都做得不太成功,不得已,才硬捧出来个NT。 2018年,NT才开始迎来发展的高峰,此时NT又遇到新的技术路线问题。 NT是从特斯拉团队出来的,他们最擅长的也是特斯拉的圆柱电池路线,而中欧日韩走的都是方形和软包电池路线。 NT想要为欧洲车企供货,就不得不被迫从圆形电池转占方形电池。 这不仅让他们失去了特斯拉背景带来的技术优势,还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,这也是NT电池难产的第二个原因。 说白了,欧洲车企因为造假,错过了电池技术的原始积累,一步落后就只能步步落后。 好不容易确定了技术路线,等真正开工的时候,Northvolt又傻眼了。 他们发现,从原材料到零部件,再到生产设备,整条电池产业链,欧洲几乎都没有。 在原材料上,欧盟全部的重稀土,近乎全部的鎂,超过八成的清稀土都依赖中国供应。 前不久,标普更是无情揭穿了欧盟电池产业的脆弱,欧盟的锂基本上全靠从智力,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进口。 而在电池的各个零部件上,比如正极、负极、隔膜、电解液这四个锂电池最重要的组成部件,欧洲只有巴斯夫和优美科能够提供正极材料,而其他的全部都得依赖进口,而且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。 但是,在欧盟的规划里,他们是要自己掌握电池产业链的,如果全都从中国进口,那和组装没啥区别了。 NT也只能被迫不断拉扯,最终发现实在没办法,还是得从中国采购。 它的隔膜来自中国的星元材质,电解液从新咒帮购买,负极材料也得从天气里叶采购,甚至就连工厂内的生产设备也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企业先导智能。 根据弗朗恩霍夫陶瓷技术与系统研究所的数据,近90%相关的专利来自中国。 好了,靠着从中国买买买,Northvolt总算是把工厂开起来了。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,工厂办起来了,总得有工人干活吧。 Northvolt在欧洲一打听,汇造车的很多,但是汇造电池的压根就没几个。 整个欧洲的电池产业在这之前,可以说是一片空白,想要从无到有搭建起庞大的产业需要海量的人才。 于是他们向欧洲电池联盟求助,结果他们的高管也没办法,反而在会议中透露,在未来两年内,欧洲电池产业的人才缺口将达到80万之多。 NT花费了大量资源,也只为瑞典第一工厂招了1600名工人,而剩下的缺口足足有2400名。 等于说,他们用一半的人撑起了整个工厂,也难怪他们工厂的产能和安全总是出现问题。 除了NT内部的问题外,工厂外部的问题也很多。 首先,就是欧美国家老生常谈的各种组织的问题了。 今年1月,NT在加拿大魁北克工厂建设项目时,就因为当地环保组织的阻挠而被迫停工了一段时间。 理由是,Northvolt工厂的建设会破坏当地的森林和湿地。 这种问题可以说是欧美制造业普遍的情况了,无论是Northvolt还是特斯拉、宁德时代, 在欧美建立工厂的时候,环保组织都会来耗一下羊毛,耗完了工会,人权组织等等都会出现。 NT和这组织随便谈判下,都给造成很多时间、精力和成本上的困扰。 接着就是最近几年又冒出来的能源问题。 NT原本已经基本确定要在德国建立第三家工厂了,但俄乌冲突之后,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能源价格飙升,导致NT建厂成本变得高了很多, 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德国的建厂计划。 就这还没完呢,更让欧盟难受的是美国也来搞事了。 2022年,拜登政府推出了《通胀削减法案》,对电池行业提供了巨额的补贴,力度比欧洲大了很多。 特斯拉原本计划建在柏林的超级电池工厂,都搬回了美国,NT也看中美国的补贴,想要搬过去。 按照他们CEO的话来说,美国给NT提供的政府补贴相当于德国的四倍, 他们不得不考虑优先在美国扩张,而不是在欧洲。 这让欧盟傻眼了,你可是欧洲的空客,不是美国的空客。 我们真金白银扶持你这么久,你说走就走,那我们前期的投入不是白费了。 于是,两者又开始拉扯了。 NT继续索要高额投资,欧盟只能含泪继续给他们钱。 但是欧盟也想明白,靠他们本土电池人才和供应链,根本撑不起欧洲的电池产业,欧洲电池产业想要发展,就必须与中国展开合作。 就不说被中国垄断的零部件了,单说成本,NT在瑞典工厂每聚瓦时电池产能的投资额高达近9亿元人民币。 而宁德时代,目前在国内单距瓦时的投资额约为3亿元至4亿元人民币之间,是NT瑞典工厂的三分之一。 这还没有将后续的生产成本计算在内。 纵观整个过程,虽然表面上加速布局的是欧洲,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或许将是中国。 从根本上讲,电动车大发展,遵循行业发展周期规律,中国已错过了汽油机阶段,却杰足先登电动车新赛道。 随之而来的是,整个产业链的集中式新布局,而电池则未居核心关键地位。 不难发现,中国在上游资源加工、中游电芯制造、下游模组组装等全产业链环节中已占据主导地位。 而欧洲在产业链中处于相对薄弱环节,难免陷入断链被卡脖子的困境。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,中国拥有极为出众的电池生产解决方案和完整供应链。 这两项优势联合在一起,必将带来卓越的成本优势及全球化配置能力,从而压制同行。 欧洲的反扑也绝非而戏。 欧洲在电动汽车领域具有传统优势,掌握着丰富的零部件生产及整车制造经验。 与此同时,电动车市场快速膨胀,对电池的需求也将与日俱增。 这为欧洲电池企业赢得喘息和反超的机会。 欧洲身处发达经济体、资金、人才等生产要素相当充裕。 只要抓住电池创新机遇,突破关键技术,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化,就有望扭转被动局面。 因此,欧洲虽暂时落后,却并不意味着就此永世沉浮。 中欧两大阵营在电池领域的较量,恐怕还将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 这既是一场资源争夺战,也是一场科技攻坚战,更是一场产业主导权之争。 电池无疑将成为中欧未来制造业竞争的新高地。 谁能掌控住这个新能源革命的命脉,谁就能主导未来出行时代。 由此可见,双方在这个领域的角力将长期持续暗潮汹涌。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,这种竞争无疑将进一步推动电池技术的快速进步,提升性能并降低成本。 因此,我们有理由对电动车时代的到来保持乐观。 而到了那个时候,车主们就不用再为绿色出行的驾驶里程而忧心忡忡了。